台灣世界電網會在南島關頭過科工做學金 好好照顧及環境改善頂頂方案 來照顧超過4500名六四家庭的立東 觀眾可視乎這次請主 來到水利客信中心關心小孩的環境 並且來了解電網會 如果跟部落的咕嚕來搭著環境的蔬菜收 希望就由管夫跟電網會合作 來挑釁收入提升部落家庭的經濟領域 管理科修華來到世界電網會 所搭造的水利客信中心 在港洲政府的水平北東下 參觀學動所接受照顧的生活環境 聽出相關幹部隊中 並了解社電網如何跟部落輔助 搭造環境的蔬菜心 那透過在這裡的團體的生活 提升孩子的整體的學習文化 那最重要的也能夠在我們各個志工的教導 還有在很多老師用心的課後的輔導 讓很多孩子更能夠正向的 來面對他們的一個人生 還有透過各種我們市長會的資源 然後讓我們的媽媽從這些 我們雙龍的健康的這個蔬菜香 已經過去從10箱20箱 現在已經到了120箱 可以說讓我們很多的社區媽媽都相當的開心 我想第一個我們有非常專業的團隊 豐富的經驗 最重要的是當地在地從孩子到家庭按家的需求 我們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想我們募集來的資源 我們也都是用在孩子跟家庭這個重要的需求上 我想第一個絕對以孩子的生活教育為先 再來就會是做家庭的賠利 我想家庭經濟功能的建立 這個對整個社區的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世界電網會表示 我真正在中心照顧29名來自信兄的國中心 從運動、博士、杜民達 也向館長可笑話表示 這困難部落所出生的蔬菜香 教育新聞都願意觀看各位 就會極其館用蔬菜香 他們的蔬菜也在社長會的輔導之下呢 就有非常好的這個越來越棒的生產 那我們其實是受惠者 那我們就品嚐了他們非常棒的蔬菜 那教會界其實很開心 那我們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很期待 就是有機會可以更多更多的來品嚐 南投的好山好水所出的好產品 所以市長會可以說在我今天來到這邊聽取他們的簡報 也發現在我們南投縣這個資助的對象非常的多 那尤其呢 這麼樣認真的在推動很多的社區的地方的工作 這些有很多是政府現在還沒有辦法做到普及的 所以我未來會跟市長會呢做長期的合作 館長康修華也表示 未來南投縣政府會竟加當地跟世界電網會合作 讓來自政府的主管 竟加社電會的豐富經驗 來照顧竟加這個館來平均地区有需要的小孩和家庭 記者先轉差不多 謝謝謝謝